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飙量波 我想很多朋友都会问 什么是飙量波 飙量波发射器 在我们的疗愈棒 光能仪里面 它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飙量 你们去找Google 它会告诉你 是一股能量 它以两个相等 的一个 相等的一个量 飙量两个相等的一个 能量呢 然后它同时发出 你可以把它想象为 我们的 仪器它发出一个 本来是一个频率的 然后通过发射器 将它变成 以相等 量同时发出 两个 所以当这个情况呢 在光学原理 在能量的原理上 两个这样相同时这样发出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个抵消跟相加的一个情况 两个频率它相抵消的时候呢 它就产生了另外一股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限制的一个能量场 那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零点能量 我们的虚无 我们的混沌所在 当我们可以将讯息 所以以这种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限制的一个 频率 一个 一种没有空时间空间限制的一个形式去发送的时候呢 它就大大的扩大了我们的讯息传导的一个范围 就好比现在如果你今天一切啊 我先拿一个我们的那个疗愈棒里面是有飙量波的 所以当你有飙量波的时候呢 它大大提升了一个疗愈的传输 那个疗愈频率的一个传输跟效果 为什么呢 就好比如果我今天没有飙量波的话呢 我还需要我受一些限制 我需要tok tok细胞传细胞 去传输该频率 如果今天我有飙量波的时候呢 同时间 我一打开一个频率的时候呢 我像你全身几百万几千万个细胞 同一个时候 one moment 同时发送所有的疗愈信息 讲到吗 当我们没有了这些时间空间限制的时候 它就变成同时间不发送 同时间疗愈 同时间修改 同时间的平衡 同时间的整理和谐 那是不是就是 将我们所要达到的 所要清理的 所要去调整的这些负面呢 或者不平衡 大大缩短了它的那个时限 本来以前有时间限制 我就需要叩叩叩叩叩叩叩 现在没有了 那我就可以将这个过程将它缩短 就像这个压缩 压缩那样压缩然后突破 好 有了这个飙量波呢 它就可以做到我们所说的那个远程疗愈 那远程疗愈怎么做 我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打开任何有飙量波的那个仪器 紫红光能仪 彩红光能仪 还有这个 疗愈棒 将一个人或者一个目标地点 或一堆人 他的那个照片 以黑白的模式去打印出来 然后你将这个那个仪器这样对着它 然后它就可以将这个疗愈能量发送给那个人 或者那个地方 它怎么做到呢 因为 所有的事物它都是相连在一起的 我的一个意念它也是相连的 那今天如果我像 你有你的照片 带有你的讯息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能量员去发送在这边 你会不会有能量的那个交禅 那样子的交禅 你会不会有感应 会 那那个就大概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你跟某个人有些吵架的时候 他诅咒你 你会突然间感觉乖乖的有点不舒服 那你突然间有些人祝福你 很喜欢你很爱你 你就会感觉哇突然间感觉很开心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就是所谓的量子 像能量交禅的一个原理 那为什么要用黑白照片呢 因为原始的话呢 光它就是一个有光 背后有个暗 就是黑跟白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彩色呢 它就是一个折射原理 将光给它分化出来 变成不同的颜色 那你想想 七色光它是从白光里面分化出来的 那白跟黑它是不是相对的带有更多的讯息 就是我的讯息 如果我是以黑白的照片在 就是有光暗 光暗 那它所带有的那个能量的讯息呢 它就会更加的完整 那如果我将它分化成红尘黄绿蓝键子的时候呢 它的信息光子密集度呢就减少了 所以我们要用黑白 所以在这个标亮波上面呢 大家还有一个点要注意的 如果你是一开始使用光能仪的产品的时候呢 你要有一个度 如果今天你是比较混乱的 或者是你有比较多问题 或者是你选择 比较慢的疗愈过程的人们呢 我建议你 标亮波你可以关掉 一开始的时候 就只是用光能仪的雷射光啊 水晶那些 因为标亮波呢 当它一打开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提升了那个功率 就是它的组合什么的 所以你一打开这个 仪器光能仪还是这些的时候 光能仪会很强 真的会马上很感觉到 这个疗愈棒 它相对它的输出功率会比光能仪来的少 所以你的感觉没有那么的大 你可以想象它 OK 金字塔里面有一间房间 它大概就是四围 它没有时间限制的 它就是呢 越高频的一些能量呢 它就越少限制 越少限制就是你今天 你想什么就显化什么 想什么就显化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在高频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他们要转变成任何的事情啊 或者事物呢 它就是一念就有了 一念它就到达了 那我们现在因为还有限制频率 还不到那边 所以没有办法达成 但是在有标亮波 这个启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已经是比现有的 那种低频的运作上面呢 它来的高了 所以也相对的你趋向 慢慢的走向这个想什么 显化什么想什么显化什么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 以前我们做坏事想坏的东西的时候呢 可能它需要一些时间推移过后 才会显现成实体 让我们去体验 但是在现在能量提升之后呢 我们又再加上光能仪的那个 给它突破的时候 你有负面 它马上它就显现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它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些反弹的效果 所以这个反弹的效果呢 可能造成了一些 嗯 误会 就是光能仪为它带来负面 或者是它越疗愈就越糟糕 其实不是的 你只要更加的 有意识的去进行你的疗愈 去创造你的生活 你会发现有了光能仪 有了飙亮波之后呢 这一切的种种 它就是一个力气 很有力的帮助你快速 去转化的一个仪器 和一个功能 你正面的使用它 它让你非常非常的快 你不懂得怎么使用它 去显化你的负面的话 你也会因此受了很大的负面之后 给它撞醒 撞的那个板多了 就是醒了 但它当然会为我们自己带来一些负面 所以我就在这边跟大家讲 疗愈要有度 要相信自己 如果不懂的问我 我随时都在 大家给个讯息 在大群也好 在我私讯也好 不懂的就问 有任何事情 你在用光能仪上面 有任何的不明白的 随时都可以问 这样子我们才是一步一步的 能够协助大家创造更多 创造更美好的一个生活 谢谢大家